德先生这么说 夺走我们的肩膀 不能被欺负 很痛 对于RC的律师团来说 拖得越久 领得越多 我们这些工作受伤害的员工 却是拖得越久 死得越多 有的人已经死了 他们等不到明天的太阳 等不到功力与正义 真正义 让你转为我受伤害 难得有多事才有哪一名 卖工工 却会无奈到哈 这一群普劳总统也出来两年多 非常钦佩RCA的这些劳工 他们已经出来了十五年了 他最终没有生命的花 却再莫足 长出鱼羊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是台北早上七点二十分 我是张婉如 我是夏志平 好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 这个是一群阿嬷们 他们所唱的歌曲叫做 美丽的花朵 就是在上个礼拜 也就是四月十七号 这一群阿嬷 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花朵了 这是一首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 当中其实谈到了很多当时的女工 在RCA 就是美国无线公司厂房内工作之后 罹患癌症的一连串苦痛 美丽的花朵 我觉得蛮讽刺的一首歌 因为他们所受到这些苦痛 至于可以从刚刚他们的歌声里面 听得出他们的无奈 听得出他们的伤痛 是 所以刚刚有个阿嬷 我记得她就说 这个官司拖得越久 对于员工来说是死得越多 这个每次在街头看到这些RCA的阿嬷们 在街头抗争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年纪都这么大了 这场诉讼案也十一年了 缠送了十一年 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结果呢 索性这个一审的结果 终于让这群阿嬷们看到了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是 所以在4月17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场劳工 等于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官司 终于在一审有了宣判 也就是污染高污染的公司 RCA必须赔偿新台币5.6亿元 总共有445人获得赔偿 当然这可能跟原本求偿的27亿 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但是能够跨出这一步 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今天早上我们就要利用节目时间 来跟您深入的探讨RCA事件 有两位受访者目前正在线上 我们要打电话给他 要一块来连线 第一位就是RCA员工关怀协会的律师团 召集人林永宋林律师 律师您早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另外一会呢 就是长期呢一直协助受害人 这一群受害人们来帮助他们 也许可以怎么样去提起诉讼 还有很多很多在生活上细节 关心他们的人 这位呢是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的专员 刘念云 念云您早 早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我讲念云啊 我先请教您 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到今天 才真正的听到RCA的官司 但是其实RCA这个厂 在1969年就来台湾社了 这个事情对当时的女工 阿公阿嬷们来说 是一个长期以来 他们自己身上所面临到最苦痛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当年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 台湾是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时候 能够到工厂工作 而且是美国的这种大厂 对劳工来说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啊 所以念云您先帮我们来回顾一下RCA厂好吗 好 就是如主持人所说的这样 民国69年的时候 RCA来台湾设厂 是1969年的时候吗 58年 民国58年 1969年的时候 对 那这个 除了在桃园之外呢 其实在宜兰 竹北 甚至当时在台北 都有工厂或是公司 确实是规模很大 那当时我们很多阿姨都在回忆说 其实这个RCA公司到了台湾设厂之后 对他们这些农村女孩子来讲 他们很想要摆脱一个农村的辛苦的生活 可以进入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种 一个未来的想象的时候 往工厂去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那美国RCA公司在台湾 它其实生产的是什么商用的电视机 然后或者是这种电竞体等等等 这些其实是在台湾相当高科技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可以想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 比起现在的这些什么 鸿海啦 然后这些各种半导体产业 其他其实是RCA就是半导体产业 在台湾的第一代的这种猪奶奶 可以这么讲 那对这些女工来说 大家都大量在描述 所以其实讲到RCA一个这么 毒害工人的公司 但是它其实在一般工人的回忆 或者是听众朋友 如果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个年纪的话 RCA公司在台湾 当时其实是我们出口第一的一间公司 甚至在很多工人的记忆里面 它就是有美丽的花园啊 大的宿舍啦 很干净明亮的宿舍 对 看起来很干净明亮的宿舍 我想在当时应该也是政府扶植了一个非常重点性的产业吧 所以那些阿嬷当时的女工们觉得进入这个产业 几乎等于是现在我们进入科技大厂这种感觉 你走路都有风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都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像我是七十一年次的 像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 其实不太可以想象说 在我们这一辈有什么公司 是挖搭挤破头了要进去 然后进去出来之后都留下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我其实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但当年RCA在这个全盛时期 工厂里面同时可能有接近万名的员工在工作 在当时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那当然当时的政府其实也用了各式各样的投资奖励的政策 让美国RCA在台湾可以顺利的设厂 招募这么多的员工 是我记得我看过在2013年所出版的 拒绝被遗忘的声音RCA工商口述室 里面有好多的阿嬷说 她能够进入RCA是一个整体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光荣的世界 然后呢会一个拉一个 说这边还需要女工 有没有这些邻居的妹妹们也想要来工作 然后能够进去 然后漂亮的制服 明亮的宿舍 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在当时女性 我觉得在几十年前 女生没有念很多书的年代 要转变进入一间大公司 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 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所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所排放的这些废弃物 居然是对台湾这块土地有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样子来看 所以到后来这个事情怎么会爆发出来的呢 到了1992年的时候 更低或者是各种劳工安全卫生的法规 更宽松的地方 那台湾经过了三十年到年过八十一年的时候 其实人事的成本也好 或者说各式各样 在开一个工厂所需要的成本开始往上涨了之后 这个RC工他就往东南亚或者是中国大陆 其实跟现在我们的台湾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牵走了 那94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人批爆 就说像这个当时的立委赵少康 来爆料说 这个工厂其实在营运期间呢 排放了大量的有机容剂到地下水去 其实当时是一个污染案的形式被爆发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都指的人不如土 就是这个污染的这件事情 它是先爆发了之后 才有很多的工人听到 原来这个污染是有致癌的危险 所以才有工人陆陆续续出来 透过当时生产线上面的领班啦 同事啦 当时都没有什么手机存这种电话的 大家是手抄了电话 把评的记忆一个一个联络起来 开始慢慢组成了自救会 是 当时在1994年 立法委员赵少康提报了RCA的污染案 大家才恍然大悟说 原来我的这些好姐妹们 陆续的罹患癌症是释出有因的 所以在2004年 RCA的员工也就串联起来 提起了民事诉讼案 求偿新台币24亿元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钱怎么样也买不回健康 也买不回这些失去的姐妹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教林永宗林律师了 您长期来担任RCA员工关怀协会律师团的召集人 林律师您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案子呢 事实上81年官场 民国81年官场 可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 在这个工厂的母公司 从RCA变成奇异公司 在民国75年 77年又卖给他们审公司 他们其实从他们找的一些专家公司 已经知道土壤地下水已经污染 所以他们才官场 那83年之所以赵超纲立委会 暴露这件事情 其实可能背后 当时候台湾的高级的干部 官场之后跟着去大陆工作 他们要退休 钱没有谈好才整个暴露出来 那这件事情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说是后来才老公才慢慢 奇怪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同一组或者同一个team的人 很多人有癌症 但是他们开始会希望政府给他们健康检查 希望政府的一些事情 可是一直到了大概民国90年左右 他们听说RCA公司是不是要投产 所以他们才开始和一些团体包括老公团体 台湾人权助金会民间四百会等等 一些团体来关心这件事情 那么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律师团 希望能够加扣押 就是说希望他们的钱不要脱产 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但是我们突破了很多困难 其实要够加扣押很多困难 虽然突破这么多的困难 可是后来查下去 结果是前早在民国8687 已经将近二十几亿或者三十几亿 移到陆陆续续移到这个化国去了 那我们够加扣押的时间是91年 所以意思是在1998年跟99年那时候 RCA公司已经把资金汇到国外去 当我们知道这个案件之后 想要够加扣押 也扣押不到任何的资产了吗 对 因为基本上 他们为什么移到境外去 是因为民国83年一爆花以后 环保署就要求他要整治土壤地下水 那么老公团那个资据会 也在民国8586年成立 所以他就赶紧的在这个时候移出去 可是到了民国91年才贾扣押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我那时候有一个历史团 90年91年有一个历史团 我是召集的 但是贾扣押的结果是只有剩下1000多万 所以台币 所以等于是没有用 大部分二三十亿都已经移出去化国 是 台湾开始贾扣押是2002年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再接下来要休息一下 再请教律师 这个官司为什么能够一审宣判 自救会胜诉 然后呢 我们知道现在是求偿了5.6亿元 目前是判赔是这样的金额 但是如果脱产的话 这些女工们真的能够拿到这一笔钱吗 真的很多的法律问题 稍后我们要再请教律师 请先扣在线上不要挂单 真对不起啊 这不是台小姐吗 我刚刚才想请你呢 不是不是 是很想跟你做朋友 好啊 这样好了啦 你先开手机 请问电话号码是 不是啦 你不知道吗 4月份开始后 你只要打开手机 使用APP软体 就能随时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想认识台湾 当然要准时收听 每个礼拜一到五 早上7点到8点 早安台湾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每天的情况了 那陆先生 我也可以多认识你吗 当然 礼拜一到五的晚上 六点到七点 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两岸ING 就能够知道 我的最新讯息 也能了解 你我之间的差异 哇 这么棒哦 可是大陆先生 如果我还想知道更多 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每个礼拜一 到礼拜五的晚上 九点到十点 收听台湾APP 就能够知道 国际上发生的大小事咯 哇 它真的太棒了耶 为了交到更多的朋友 以后我每天都要准时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可是 如果我错过今天的节目 该怎么办啊 没关系 每天节目精选将会放上YouTube 只要你搜寻节目名称 不论是早安台湾 两岸ING 或者台湾APP 就能够随点随听 天天有我陪你做伴哦 哎呦 讨厌啦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七点三十四分五十五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郑宛如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深入了探讨RCA这个事件 台湾的美国无线公司RCA 其实他们在那么多年前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面 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伤害 如今在上个礼拜五 四月十七号的时候 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 这个自救会是获得了胜诉 也就是说RCA和汤姆生公司都必须要赔偿 赔偿的金额是高达五亿 新台币五亿六千四百四十五万元 是 这是1969年当时的设厂 其实我们在今天回顾这一场 这个劳工权益受侵害的重大事件 也希望说 其实如果兄弟朋友来自中国大陆听众 或者是来自东南亚的听众朋友 你也可以感受到 在台湾当年 其实对于劳工权益 对于污染灾害 并没有这么重视的年代 我们只注重的是经济发展 可是却留下永远难以挽回的 沉痛的这些伤痛 很多的阿嬷 其实现在还在街头抗争 他们拿出来的 白布条当中 有很多受害女工 已经因为罹患癌症而走的这些遗照 看得真的让人很难过 而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 就为您访问RCA员工关怀协会的 律师团召集人林永宋律师 还有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的专员刘念云 两位刚刚都分别来 对我们的听众 已经说明了这个案子 过去的一些相关的经过 还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再来请教林永宋律师 其实我们看到 5.6亿的赔偿金额 这个案子是经过了58次的开庭 11年的诉讼 然后原告一共有529名 RCA的工人 他们本来是要求偿27亿元的 结果最后获得判赔的赔偿者 只有445名 那么赔偿金额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5.6亿元 每一个人所获得的赔偿金额 当然也都不太一样 我想先请林律师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看待一审的结果 林律师 律师 律师我们知道这个案子 其实打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科技污染跟职业伤害 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因果关系呢 其实刚才有提到说 91年贾抗压失败 就是没有把贾抗压之后 其实面临一个难题 到底要在哪里诉讼 后来自就会决定去美国诉讼 但是美国并没有律师答应要帮忙 所以后来又在找到台湾的 就是因为EU的律师团已经解散 那找到一位桃源的律师 那当时他是整个 本来是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一个窗口 可是后来就没有 就被人在台湾 台北地医院打起这个官司 那93年到95年 律师打扰一下 美国没有律师愿意帮忙 是因为RCA这场太大了吗 还是律师觉得 其实赢的几率不高呢 详细理由不知道 不过就是说 当时候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助理来 美国人来说他们愿意帮忙 愿意接受这个案件 但是你可以想象 这种案件污染的地方在这里 污染的大部分人在这里 美国要处理这个案子 他们也一般来讲 事务所会评估胜算的可能性 所以基本上这种案子是 势力不太好 所以没有人接 这是很正常 在美国的环保案件 也不见得居民或劳工 不见得有人接 何况是台湾 所以基本上 当然他希望都接资方的 所以可以理解 所以后来在台湾打起 这个诉讼的时候 就是民国93年 2004年 打起这个诉讼的时候 程序 台北DN程序薄掉 高等怀恩程序被薄掉 最高怀恩在民国95年 又退到台北DN来 那在经过半年之后 我们这个新的 这个是以华丽胡书记 因为跟义务律师 以及其他义务律师 组成的律师团 从96年一夜接手 一直到现在 那刚才他问说 因果关系 或者这诉讼有什么困难 其实诉讼有很多困难 光这么多人要联络 就是一个很大困难 要补资料 就是一个很大困难 所以才会在93到95 很多程序被剥掉 那除了这个人多 程序要突破的困难之外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所谓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癌症 那怎么去说明或证明 因为接触这些有机容器 而你的癌症跟这个有关 那基本上非常复杂 因为基本上 他们对他们女工来讲 或者是其他工人来讲 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他只要清洁剂 事实上从事后来看 有多达27种的有机容器 每个人接触的也都不一样 那所以基本上 要怎么证明因果关系 这个是属于流行病学的 或者独立学的领域 说明癌症的成因 那这个部分相当大的 需要这个自然科学的人 就是流行病学的专家 跟独立学的研究来帮忙 那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刚开始一接受 非常困难 因为老委会的老公安全 卫生研究所的三篇报告 都不利于老公 怎么说呢 不利于老公 为什么不利于老公 是因为有可能很多原因 包括譬如说他们里面的研究 因为癌症很多潜伏期 所以他们的 那个时间是蛮接近民国83年 比如说是1997 98 当时的研究 那后来台大公共卫生研究 公卫学院 他们的研究就比较后面 也做得比较细致 方法比较正确 因为基本上当时候 老委会的老公安全 卫生研究所的研究 比如说把所有的工厂的人 一起研究 没有去区分 曝露在油气溶剂的人 跟没有曝露的人 没有区分开来 这个所谓的 显著性就不会那么显著 那所以很多研究方法 很有问题 所以老公就很气 很生气 老委会为什么他们的研究 反而对老公做不利的认定 这一块 对 老委会他们的研究 可能大家看起来 并不是站在劳工啊 那可是最后 怎么去做一个翻转呢 这个翻转就是 就是翻转就是因为台大 公共卫生研究院这边 早在大概 就是民国九十几年 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 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投到国际期刊 那这后面的研究的资金的来源 其实是来自环保署 跟国民健康局 都不是劳委会 那这些研究以后 都对劳工有利 那这些专家学者 在这个诉讼 宣判的前两年 就是去年的前两年左右 陆陆续上正能台 当专家正能 花非常多的时间来说明 这个有机溶剂 是致癌物没有错 这有机溶剂 其实跟他们是有关系 说明这样的一个理论 说明 而且他们真的 正在这个案件做研究 比如说肚立学老师 他把RCA地下水的成分的比例 喂老鼠 看出老鼠 确实有很多的癌症 或病变 那这些都是 非常花长 非常多的时间 来说明这些 而且提出非常多的国外的 我们会提出非常多的 国外的文献 研究报告给华官 所以这个突破是 可能是台湾 法院里面在审理中案件 花非常多时间 而且也找了非常多的专家学者出来 针对这个案子的研究 不是纯理论而已 针对这个案子的研究 手提出报告 所以能够随我 我想也跟这个非常有关系 而且法院也采取了 比较正确的一个因果关系 因为传统的诉讼的因果关系 叫做相当因果关系 简单讲就是比较严格啦 那现在叫做异血因果关系 这个接触有去溶剂 会使癌症的 罹患癌症的几率增加 是比一般人罹患癌症几率还来得高 这样就有因果关系 当然它有一定更详细的说明 大概意思是这样 所以不用这么严密严谨的 这个我们在过去看到官司 很多都要直接的证明 但是这一场官司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些突破点 是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说时效 时效的意思就是说 你太久了 你不能来告 告了我就把你剥掉 那这个部分时效要从哪里起算 从顺畅吗 1969年的时候吗 从比如说生病 可能是1980年生病 那或者1980年死掉 那你到底要怎么算 那基本上这个法院详细的论述 我们当然没有完整的知道 还没有说到判决书 不过基本上它是采取 比较宽松的论述 才有445个人可以通过 那这也是各国先进的见解 甚至认为这种工厂这么的隐瞒事实 这么样的不保护老公 不可以是效的抗辩等等 所以基本上 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突破 就是母公是要不要负责 今天判要判赔的 不只是这个台湾的RCA公司 还包括他们生公司 他们生公司 他们生公司 这个母公司也要负责 这在华力上是一个突破 因为很多的时候 认为这是各自的公司 但事实上都是母公司 完全的公司的情况之下 母公司不能当常进人 还是要负责 这个也是很大突破 所以意思是说 这些公司包含RCA公司 还有这个汤姆森公司 都要付连带的赔偿责任吗 不是说公司 你卖给了别人 脱产了之后 你就没有权 没有责任了 这个到底能不能拿得到钱 待会我们再回过头来 请教林律师 不过现在我们要请教 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的专员 刘念云 念云 我想请教你 当年走上街头的这群阿嬷们 他们在上个礼拜五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 他们目前的心情是什么 他们的最新的想法是什么 你有没有跟他们接触过了 有 其实我们从宣判了之后 工商协会 我们就跟RCA的 关怀协会的这群 主要的一群干部 当然也是当时的 受害的当事人 那我们其实就开始 有一些讨论了 我觉得在宣判的那个当下 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说 其实经过17年了 从抗争到打官司 这是一个17年 这么长的一个战役 工商协会一路陪伴到现在 当时其实我们 讲真的 我们是说不出 我们赢了 这四个字 为什么 真的 我觉得对这群人来讲 第一是在抗争太久了 太辛苦了 第二个是 已经17年来 我们抱着 其实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 那但是 最后打下来的金额 我想其实是有点不如预期 那第三个是说 我觉得对于工人来讲 当时你看到各种新闻照片 很多的阿姨 其实 当时是不断掉眼泪的 那个所谓的胜诉 其实是让他们 想起17年来 各种身上的病痛 生产线上的姐妹死亡的这种难过 或者是他们长期在家庭里面 承受说 我是一个得了病的母亲 我可能拖累这个家里面 我可能担心我的小孩子 会不会也得了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想起来的伤痛 是大于胜诉的喜悦 那对这群工人来讲 其实一直都知道 我觉得工商协会认为 职灾劳工在诉讼当中 其实是打一场少输为赢的仗 对 所以我觉得是 到了这个宣判的现场 拿到判决书之后了 我觉得是大家经过了一点酝酿 才敢勇敢的对这个社会说出 我们赢了 是工人赢了 对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感觉 那绝对是跟 长期以来 每一个工人在离病了之后 在身上可以遭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压力 我觉得是很难为外人所言喻的 那这种压力我觉得很具体 其实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是在判决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突破 也是职业病运动里面 一个重要的突破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C组的会员 我们有分ABC组 几组的会员 有一种的会员呢 是所谓还没有发病的人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哦 没有发病的人 对 为什么要来报 对 为什么要来求长呢 可是只要你只要听过 他们在描述说 当时其实人就是暴露在 非常恶劣的空气 水 这种工作条件里面 那生产线上面 同一组人里面 可能八个人里面 就有多少人已经死亡 多少人已经离癌 为这个还没有发病的人 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你 可能你接下来这十几二十年 你可能有个肚子痛啊 头痛啊 这里痛那里痛 你其实就会在想说 我是不是也要得癌症了 或者是比起 或者是家里面的小孩子 很多的女工都在说 他们很不愿意跟家族 谈起这件事情 是因为很怕别人看 他的小孩子 未来会有问题 那我觉得这对几这几女人来讲 我觉得这种精神上面的压力 跟未来健康风险 整体的损害 我觉得并不亚于 所谓已经离病的人 那这也是我们在职业病的运动上面 长期想要对社会说的 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条件的恶化 对工人造成的损害 他没有办法用短期的 这种诊断证明啊 什么离不离病 来看得出来 像RC的案子 我们都听到有人打电话来说 我最近发病了 我可以怎么办 那我都没有想过 我当年 当年我看了这个新闻上 很多老同事去抗议 我都没有想过 原来我也会跟他们一样 就是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更挑战台湾社会来说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 我没有得病啊 我在这间公司里面工作 那不关我的事 可是这种我的工业之毒 或者是无良企业对劳工的危害 我认为已经从厂内蔓延到厂外 它已经不是个别执在劳工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诉讼上的推进 对整个台湾社会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警钟 所以那于你刚刚一直说 C组的这些女工 她们在这一次也可以获得赔偿吗 对是精神损害赔偿 我们这次的所有的诉讼的 这个名义其实都在讲 是精神损害赔偿 所以我们看到有445人获得赔偿 就是包含了精神赔偿 跟直接身体受到伤害 罹患癌症的赔偿这一块 其实讲到赔偿 我觉得再请教律师了 因为刚刚谈到了 是有这样的赔偿 虽然可能跟一开始 所求偿的27亿是有落差的 但是至少拿到了 就是少输为盈吧 我想刚刚念玉讲到 劳工这些抗争之后 其实就这四个字 只要少输就是赢 但是真的拿得到这一笔钱吗 可能我们要问了 万一这些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大公司 他就是耍赖啊 怎么办 基本上金额对劳工来讲 大概是我们请求 如果平均来看是四分之一左右 那如果以台湾 因为我们现在所各项 不管是死亡 离病或者没有离病 风险增高 这样几个组来看 我们基本上所请求的都是精神赔偿 那以台湾其他的这种损害赔偿案例来看 这个案件的金额没有偏低啦 坦白讲是没有偏低 是因为台湾整个在判决都偏低 那我们请求大概是这里的四倍 那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案例 因为这是美商或者化商 他们大概是我们 我们请求的五倍甚至到十倍 律师说同样的案子 如果在美国或法国的话 会更多 可是我们请求的五倍或十倍 而现在所判的是我们的四分之一 那我们要讲就是说 如果相对台湾的案例是没有偏低 因为我们本来就偏低 但是我们要说对这个大厂 对这个外商 对这个这么恶劣的一个污染案件 隐瞒又偷厂等等 我想应该判决 应该要重判才对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说 怎么样获赔 对 其实把这官司坦白说 不是我们这义务律师团提起这个诉讼 我刚才讲我已经有解释 可是我们那时候会介入 其实是因为看到形式上就不公平 对方一来就八个律师 这边只有一个两个 甚至有时候律师没有来 因为大公司请得起大律师 是不是 光人数就 人数就压过去一般劳工的律师 所以我们接手的时候 第一次开庭 我们就希望有八个律师出现 我们最后14个律师 有一个律师团 那我要讲的是说 虽然台湾这个阿歇公司已经脱产 但是他母公司有告影 但是阿歇那个奇异公司 美国奇异公司 本来也曾经是母公司 是没有告影 不过我在想 当然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样透过国际的媒体 让他们身公司有压力 让他们觉得没有来处理 可能他们的商欲 或者他们的压力更大 我想这个是要努力的 基本上我不太相信 我们这案子如果有一天确定了 或者他们不来谈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部分 经过法院的判决 我想他们一定要来面对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国际上也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另外在官司上面 因为也有一些劳工是说 是不是可以比照 美国对无良企业 惩罚性的这种高额赔偿来索赔呢 台湾目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法条依据吗 惩罚性的赔偿 在台湾没有这个概念 这是英美的概念 所以他们才会判的比较多 那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精神赔偿这个部分 我刚才讲说就比人家少很多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类似说 惩罚性的顺耐赔偿的概念 台湾没有 这个让我听到这边 也觉得说怎么这个样子 其实在台湾法律方面 还有要再改进的空间 当然 好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请两位做一点总结了 因为其实台湾走过 在过去经济起飞的年代 但是当时对环保是没有太多的概念 对劳工权益的保护 也没有完全保护的状况之下 这场官司我们可以给 可能是现在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在东南亚 相对于台湾 还没有这些概念的地区来说 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其实因为这一场RCA的官司 对于台湾的劳工 特别是这种科技大厂的 有机容器的使用 是不是也多了一层的一个监督呢 我们先请聂云来做一个总结 是 好 我觉得RCA的这个事件来讲 我觉得对于一般人而言 或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工作商 还说完协会的一个工作者来说 可能甚至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最大引发的一种感觉 就是当他听到这个金额的时候 或者说听到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引起的是一个 对现在无良企业剥削劳工的 整体性的坟墓 那这个可能包括在台湾的工厂 包括可能有一些台制已经出走了 那现在又要鲑鱼返乡了 我觉得其实都在追问说 那台湾的政府 你现在打算拿这些是鲑鱼 还是鳄鱼 打算要怎么办 过去其实美商 或大型的资本 在台湾设厂的时候 是用这种污染土地 或是劳工压低人士成本的方式来经营 台湾是依赖在这样子的一种政策底下 才有可能好像换得了经济发展 可是过了三十年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是用人命换来的 对 我觉得现在的 我们都在思考说 整个劳动 甚至经济的发展政策上面 我们还要这样子的 依赖这种大型资本 继续在台湾 我们要走回那个老路吗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 工商协会跟要邀请大家 不管你自己是不是执在劳工 我觉得恐怕都要思考这件事情 是 那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是在国家责任上面 很多的工人 包括像我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爽快地说 我们赢了 是因为我有看到 刚才所说的惩罚性的赔偿 或者是这个国家 他对这种无良企业的惩罚 他对RCA公司 从过去当年在八次劳动检查不过 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真的拿出要开刀的态度来 对 那所以这个是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也想追问 劳劳劳劳动部 你对于这些工人 不管没有在诉讼当中 你有没有准备要提出一种照顾的政策 或者是桃园的桃园市政府 面对RCA这块土地 还没有整治完成 甚至已经污染蔓延到场坏了 对附近的居民也受到影响了 不是只有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女工 没错 没错 就是当年在做流行病学研究的时候 就知道了事情 桃园市政府打算怎么办呢 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接下来要请教林律师 林律师 所以就法条的部分 您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简单要请您回应 我想几个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够胜诉 其实有很多的变数 是因为有很坚持的自救会 有协助这自救会的工商协会 有我们律师团 有这些专家学者 也有开明的司法 那整个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虽然这结果不是那么满意 但是才有这个结果 那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案件足以让司法做检讨 可以让司法更好 很多事情可以检讨 当然现在没有办法细讲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司法律跟公共卫生的结合 那我们期待这个领域 能够更多的结合 让其他还有这样的 可能的案件能够预防 或者是说行政单位 劳委会或者环保署等等 可以从这个案件里面去检讨 很多部分其实政府做得不够好 是 律师 刚刚工商协会也说到 有些大厂来这边赚钱 然后污染土地拍拍屁股就走了 这样子可以透过法律 遏止这样的现象吗 所以其实在这个案件里面 可以产生很多制度 可以去改变的 这个可能要 可能事后可能要开研讨 不然是法律的 会有法律的 很多的研讨会来去改变 去研究 改变很多我们的制度 这些制度都不利于被害人 是的 所以不利于劳工 可能是居民 可能是劳工 或者政府单位 很多的机制不完全 或者他们也不进责 比如说我们的劳工检查等等 这些都可以做检讨 这个案件除了有很多的意义是 它太多面向值得 现在都还值得检讨 因为虽然经过20年 其实很多事情还是没改变 真的 诚如林玉石所告诉我们 这个案子的面向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 在短短的节目时间里面 一一为您讨论 不过我们真的今天 非常谢谢两位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林友宋律师 谢谢工商协会的念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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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